因为现在这个东西都没有保护 所以它也可以从这边填 如果你不能让它填的话 你可以从教育里面保护工作表 然后你可以输入密码 比如我输入1234 比较简单 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样填上去之后 这个是保护了 它这边可不可以填 比如说它填 不行 需要密码 但你想说那可是问题 那BBA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启动表单 启动表单之后的话 假设输入好了 BBA有那么厉害吗 可以不受保护的限制吗 有可能吗 其实是了就知道了 新增卡住了 他说你也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特权 你不是因为你是BBA 你就比较厉害吗 没有啦 一样嘛 你也是一般人 所以每个人 你不是神 可是问题来了 怎么办 其实蛮简单的 交个一个方法 争挫一下 挫就挫在它写不过去 因为它保护 所以怎么办呢 把它停止掉 请你在哪边呢 请你在开头的第一 就是在我们那个表单在新增的第一行 按Enter 加一个什么呢 我要动态解除保护 动态怎么解除保护 非常简单 现在的工作表在Active Active Active 就是目前的活动当中的工作表叫 训 只会一个啦 不会S 点什么呢 后面的话 你就取消保护嘛 保护是那个叫Protect嘛 所以取消保护叫什么 UN嘛 Protect Protect OK 应该会拼这个单字吧 然后刮胡 我要取 我应该因为密码是我取 所以我知道密码1234 好 这样子哦 那特别注意哦 可是问题 它这个地方是先取消保护 做完之后的话 请你在Enter Sub 再把刚刚那一行复制 切过来 那改什么呢 加保护 加保护怎么加呢 把什么呢 UN怎么样 拿掉不就好了 Protect 好 大功告成 这样子的话呢 意思说我保护了 然后我VBA就可以哦 所以你会发现 它刚刚不行 那现在可不可以 试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非常简单 加这两行 好用 OK 而且哦 现在可以解决问题 Enter 有没有可以了 那有没有保护呢 再看一下 G H 不行 因为呢 我们先Unprotect 然后做完了 再Protect OK 那就一劳容易了 不过我跟各位讲 这边有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呢 如果它本身 也会写VBA的话 他也会看抖程式的话 就像我 1234嘛 对不对 我就一看 Unprotect 那你的密码 1234嘛 那我就在什么 教育里面 把它取消保护 1234 那不也一样吗 不过当然这是少数例外 OK 能够这么厉害的 OK 不过当然我们能够想的越完善越好 所以最后再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发生的话 请记得 请你再做最后一件事 保护你的程式吧 这个不要让人家看到 那你要怎么样保护你这个程式 不被人家看到 很简单 按右键 里面有个叫VBA的Project 有没有 属性 保护 把它打勾 输入密码 因为我怕忘记 我都打1234 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请你把它关闭 储存之后有没有 然后你再去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一样启动 刚刚我们 那你会发现在哪边 开发人员里面 Visual Basic 打开这个 密码 好有没有 那如果它乱输入 密码不正确 OK 然后 1234 这我知道了 Enter 这个时候呢 才打得开 程式才OK 表单部分呢 也是可以看得到 当然 如果这样你密码忘记 你来问我也没用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密码 OK 那基本上 它是有保护机制的 那之前是有看过有那种 破解的方法 不过在旧版2003 比较好破解 那在新版 它之后的加密会变得非常严格 所以你要想要破解这个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 好像之前是有看到有人有破解过了 不过我想这当然不是正确的 那这个部分我想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刚刚讲的这两行 有没有 然后加密码 就是在我们的云端上面最后一页 第十一页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是把那个 就是设计表单 把那个Excel当成 资料库来储存资料用 所以回去的话呢 建议各位可以找一些简单一点的输入资料的 这个身边有的东西也许练习看看吧 那多练习几次的话 我想慢慢你就熟练 流程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云端讲义上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范本 试试看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也许我们就继续再来看第三个单元 就是日期与时间的相关函数应用 OK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